我以前是很内向的一个性格 我会很多事情都放在心里面 然后也比较少个人交流 然后后来越来越觉得 我接受一个理念 就是人生不如一是十之八九 你是可能剩下一两件是好的 然后如果你平时在把自己过的 各种条条框框 那你生活里会少了好多好多 你原本有机会去抓住的东西 那可能不是说一开始就属于你的 生活的东西 你的好的 但是你是有机会去把它抛过来的 所以人要尽量的让自己主动一点 主动的去拥抱 主动的去表达 主动的给自己去创造那个氛围啊 饮食感啊什么的 然后要主动的讲出来 就是表达这个东西 你也害羞我也害羞 那就只能错过了 对不起 我有一个人 心里的帮助 就在想一些 你会试试 那你能明不给你 有一个人 我不能 不看 对不起 找一样 流寓